不得不让你相信说冥冥之中 真的有一个因果安排 这是第一个 因果不空 第二个 灵性杀不死 我们一般歹徒以为说把人砍死 人砍死就没有事 你错了 缓事蠢动含领皆有灵性 人也有灵性 你把他砍死只是砍死他们的肉体 他的灵性并没有死 他最后一刹那灵魂离体的时候 他会拜托成恨离开 不得你是怎么来脱胎的 也不是师父跑出来的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为什么呢 灵性杀不死 我们台北新竹发生一个命案 叫陆正命案 非常有名 陆正的爸爸有一点钱 陆正就被绑架 他十岁 被绑架的时候呢 歹徒给他拷打以后呢 逼他打枪 给他爸爸拿钱过来 陆正个性很硬 不拿 也不给他 就陆正就活活被打死 十一岁 这在我们当时啊 十几年前呢 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命案 陆正被打死以后呢 第二天马上 现象给 在那个歹徒的家里 现影子给 给歹徒看到 歹徒看得很清楚 陆正死亡的样子 就是当时他把他打死的样子 非常恐怖 歹徒就跟陆正讲 他跟陆正讲说呢 你不要用这样的吓我 因为这个案子呢 为什么被揭发出来 是陆正 他被打死的那个歹徒 他在警察问案的时候跟警察讲的 他说他看到陆正 他跟陆正讲说 你不要这样吓我 我会吓死的 他说你可不可以第二天呢 现比较好看的相给我看 那第二天呢 陆正就现比较好看的相给他看 他就问陆正说 陆正 我到底是去自杀上吊呢 还是我去投案 陆正说你去投案 他讲完以后 第二天 刑事警拿起的侦查 专业小组就到这些人逮到了 陆正给歹徒 托梦了这个时候呢 陆正的爸爸跟姐姐同属入梦 这个是在我们发生台北 所以你陆正把他杀死了 陆正的灵性杀不死 所以这是第二个 灵性杀不死 所以这是第二个 灵性杀不死